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1年5月24号 我的双眼突然开始模糊 看不清东西 左眼模糊明显 右眼略清 起初没太在意 白天一要上班 就喝淡浆水 并煮淡浆水洗眼 也只是晚上洗一次 红都带温敷 也只有晚上能温敷一会儿 按推也没怎么做 5月31号 八天的时间 眼睛模糊得更严重了 看东西也变形了 视力下降到0.25 体力也急剧下降 自己已无力按推 昏昏沉沉 热能严重不足了 我明白 是我的内外热源和按推不到位 才导致现在的症状加重 因为当地没有原始点 公益点可以求助 再加上家人 不支持我自己在家调理 6月1号 被家人带到眼科医院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被西医诊断为 葡萄膜盐 用激素治疗 起初是 左眼严重些 右眼轻 激素 点眼药水治疗第5天 左眼略微好转 视力恢复一点点 右眼又严重了 第7天 去医院复查 问医生 为什么右眼严重了 医生说 我的激素不敏感 加大了激素的用量 又增加了一种生物真剂 阿达木修美乐 6月28号 在西医治疗第28天了 虽然眼睛视力慢慢恢复 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体力也恢复了很多 但睡眠很差 入睡困难 因为之前 我经常会听看 您的讲座视频 心里清楚 这些药物都是极寒的 会抑制身体的免疫力 使自愈力下降 所以在治疗的这28天里 我每天还是用姜粉冲水喝 红豆袋温敷 运动就是徒步 跳健身操 做仰摩起坐 现在体力也恢复了 吃饭也想吃了 只是要点眼药水 就没用姜水洗眼睛 但是从心里 还是相信原始点 也在努力说服家人 让我用原始点来调理 请问张医师 我现在停了激素 这些西医的治疗 用原始点怎么调理呢 喝姜粉用量是多少 用淡姜水洗眼 还是浓姜水 要怎么温敷 效果才更好 嘴里可以含姜粉吗 姜粉喷笔可以吗 南湾团队回复 从您的提问中看到 您对原始点理论 比较清楚 您了解到自己温敷的时间不够 内外热源和按推不到位 加之每天还要上班 没有充分的休息 导致症状加重 您心里也清楚 西医的药物是极寒的 会消耗更多的热能 您对原始点理论 有相当了解 也明白自己不足之处 喝不到位的地方 这非常好 只要我们认真按照 原始点的方法去做 各方面 内外热源 加按推 运动休息 加心情 落实到位 相信不久 您可重获健康 据您所述 现在体力已经恢复 饮食和运动也正常 症状在头部 您的情况应该属重症 原始点对于轻重重的治疗原则 是以按推换注对应的原始点为主 以内外热源为辅 您的症状表现在眼 所以应按推 头部原始点 枕骨 及耳后 并用暖贴或红豆袋 24小时温服头部原始点 可用温浆水洗眼 一日三次 等眼睛适应后 可增加浆水的浓度 浓浆水洗眼的效果比较好 可参考原始点官方网站 公布的白内障案例 姜粉喷鼻腔 口腔易渴 具体方法 请参考原始点官方网站 公布资料 只要做到内外热源充足 内热源 喝姜水或深水 避开含量食物 外热源 温浆水洗眼 喷鼻 温服头部原始点 按推到位 每日坚持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保持平和 乐观上进的心态 每周学习张医师的 全球原始点教学 以此法 来保健 治疗 生活 相信很快 就恢复健康了 这个回复的非常好 我相信连我回复 都不一定比他好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 循行善诱 而且讲话都蛮温暖的 从一开始就说 你对原始点 还是比较了解的 比较清楚的 然后也自己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哪里是不够 哪里要加强 都 就是把它慢慢引导到对的 那也没有做什么批判评论 如果是我 我可能就会直说 你对原始点 还是有一点不了解 但是 我们的志工回答 就是说 你比较了解 那至于不了解的部分 就不再多说 事实上 如果以我的个性 我就会说 那你明明知道极寒 为什么你还要点眼药水 你明明知道 基数是极寒 那对你这些也没有用 为什么要去找 因为家人而去找 那生命到底是自己掌握在自己呢 还是要别人来左右 为什么一定要家人同意 你才可以去或不去呢 这些都是我一直觉得 生命不就是很单纯自己制作主吗 但是好像世俗间 好像很多人是有太多的牵绊吧 也不能做到这样 那我们的志工就不从这里谈了 他们就直接安慰你 应该怎么样 也很好 你已经知道什么问题了 那志工点出来的都是聚集都实在 因为照你这样 如果体力好 那顶多就是轻重症 我记得早期我也处理过一个眼睛看报纸 那报纸那个字就Y7扭8的变形 那我当下帮他按 立刻就解决了 我也曾经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这些震的不适感 到底是热营不够还是按推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先按到位 体伤位置的辩证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建议这位读者 他提出来的问题 他一定要回去深刻的去体悟 那个原始点按的位置 一定要加强一下 那位置对了 然后再补充热营 那如果这样 其他的问题都好解释 那至于江水溶蛋的问题 志工都已经回答得很好 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我觉得这一篇确实志工回答 重点都有回答到 那志工的回答会比我更好 因为我就是我只要看到这种模拟两可的 我都会提出 那你对原始点 你到底要不要坚持 如果它是对的 你为什么要听家人 就像我在 因为可能我自己走过的路 你们刚刚也听过我的心路历程 我几乎是完命的 这条命为什么还能活 就是还有一股动力 想把医学完善 那我认为追求真理比任何更重要 没有比追求真理更重要 那如果让我能够完全理解 那真理就是这样 如果它是对的 那我就应该坚持 我竟然坚持了 那虽然百万人说指着我 说我不对 我也不会理他们 我继续照干 亲人也是一样 我六亲不认 如果我认为这样应该这样做 但是可能我不能要求每个人 都像我这样的个性吧 每个人也许 对原始点也只是独独 也只是欣赏一下 然后理解一下 遇到问题的时候 真的要不要去做 又有太多的障碍 那我是完全的投入 跟你们情况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在回答上 我会用我的角度 直接就提出 比较尖锐一点的甚至批判吧 但是我觉得 也许我应该学着志工这样 用比较婉转的 以去来回答你 那刚刚志工回答的 我认为具体都到位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 就谈谈我个人的这些感想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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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